你 小哥 活动上 要不要来两招 好啊 小哥 还行 工夫没料下 怎么着 上街去 还能挣到钱不 能 要不咱们妇女俩 一走了之吧 现在走啊 吴信也死了几年了 东院也不缺钱了 你对活的死的 也都有个交代 再说了 吴家那两个老子 也不怎么待着你 现在不走更待何数 少女丹 少女丹 傅来 怎么了 你猜谁来了 谁 土耳丹来了 他在哪儿啊 二叔把他请到了六船厅 我也去 张文贾 张文贾 少奶奶 你不能进六船厅啊 为什么 我们老爷正在见一个重要的客人 我知道 土耳丹嘛 我朋友 不能进啊 少奶奶 二爷四爷有话 说你以后不能进六船厅了 这是什么混账话呀 土老板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四弟 吴卫权 吴家的中院 归他掌管 土老板幸会 幸会 周盈呢 他为什么不来捡我 周盈已经不是 吴家的大当家了 不施大当家 还不能见人吗 哦 那倒不是 只是他的身份 不亦抛头露面 是 我已经走了几千里路 就为见他而来 他却跺着不见面 不让我进 我还偏要进 不能进 不能进 真不让进 你给我拿啊 少奶奶 你干什么呀 这是我的账本 不让我进 那我就一不小心 扔水缸里了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去去去 二爷四爷传令 请冬院少奶奶 到六船厅见客 这让我进 我还偏不进呢 这让我进 我还偏不进呢 托儿丹 我在这儿 周盈 一日不见 下个秋天 托儿丹 好像是 几百年没有见到你们了 我也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看见你 那 我们进去聊吧 别别 我没资格进那个厅 我们就在这儿聊吧 正好 晒晒太阳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请 你不是说了吗 最早明年才会来 是的 但是我对我自己说 我必须早日去陕西 去京阳 不要去看周盈 所以我就把我 其他的事全部腿厚 提前来了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有事给你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说了算 真的 当然 那如果 我要让你花很多很多银子呢 我这银子 你随便花 说定了 说定了 但是周盈 我刚听说 你不是吴家搭当家了吗 是 我都是冲着你 所以 才把所有的生意 都给你们吴家 所以如果你不管是了 我可有点不放心 你 其实我吧 我经常也 附老板 是这样 周盈呢 她不是不管是 只是管得 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但是你的生意 还是归她照看的 好 那行 我